澳洲人的日常生活 充斥著咖啡 尤其是每天早晨街道上 人水一杯不誇張 有過統計 澳洲人平均每週 就要喝上9杯咖啡 西堤附近 目前大概平均咖啡店的業績 大概這6年 平均衰退3至4成 可能以前喝大杯的 現在就喝中杯的或者小杯的 景氣變化 街道上商家最有感 澳洲豐沛的礦業資源 過去是經濟的一大支柱 支撐著人民生活水準 國民所得已經有達到4萬多 然後它的成長率 算是也相當不錯的 但礦業公司的獲利 肥了股東 多數當地人享受不到 2013年礦業熱潮衰退後 光秃秃的礦場 礦業走下坡 澳洲經濟連續26年 不曾衰退的神話 似乎也出現轉折 今年GDP增速放緩 2017年第三季的GDP 年比增長2.8% 既增0.6% 卻仍然不符市場期待 剛開始它可能就只是礦業 它們這一方面有差 但是它的整個礦業的整個鍊 整個體系 運輸業 然後再製造提電的 很多相關的產業 就是整個都會拖垮一切 澳洲央行也預測 2017年全年的GDP 在2%到3%左右 2018年可以達到3.75% 展望2019年更有望達到4% 政府從各方面在做一些調整 包括一些公共建設 還有包括一些就是服務業 這一方面希望用這些東西 盡量來彌補這個 礦業的這個就是衰退 澳洲政府出售 調整產業結構 這顆南半球的珍珠 經濟體將持續創造奇蹟 或者轉為平庸 備受矚目 東森財經營新聞成平洋昭劉子騰 澳洲報導